郭文靖國在劉淇淋 我還要不要叫你們說的啦 我自己講啦 不是你們說啦 我要講話啊 我要講話能佔領的時間嗎 待會叫你們命啊 我們等一下繼續要來 開始下午的那個 我們交通地震逛逛的 业务咨询 那我们下午是由我们 蔡雅琳议员 还有我们 邱志冲议员 以及我们 业务咨询议员 上位议员的 联合咨询 那执行的时间 是15分钟 那我们现在请开始 谢谢主席 我想今年台中市 最重要的盛事 就是我们进行所办的 台湾灯会 那有去参加台湾灯会的请举手 哇 看这个比例很高哦 好 请放下 我想台湾灯会 对我们台中市而言 是一个行销 也是一个亮点 其实这次灯会 包括说 这次議会 也有对所谓灯会 做专案及检讨的报告 那我们有把利 币 得失都写出来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好 好 一个好的方便 啊 这位说 我们要改善的 我们更新有点是要改善 在 从 在隔了12年之后 台中市又拿到了 台湾灯会的主办权 我们一样还是办 台湾灯会 然后洋年的主灯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次灯会 总共有几个灯区 请局长简单回答 然后总共这些灯区大概都花了多少钱 我们总共是那个加起来是3.2亿 局长你可以大声一点吗 总共3.2亿 3.2亿那四个灯区各预算各花了多少钱 请局长回答 我们现在在市府的部分里面总共是 加二倍金跟加起来是 2.2亿 3.2亿是包括中央的补助 所以我们等于你说花了2.2亿 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次总经费是3.2亿 然后 3.2亿是包含中央的经费 原来议会通过的是1.9亿 后来我们包括二倍金跟各单位营资的部分是 9111 9119 所以这次我们当地台中央是开多少钱 总共是 就是3.2亿 就是3.2亿 台中央就是开3.2亿 然后各个灯区 现在根据报告里面说的有四大灯区 有台中公园灯区 乌日高铁灯区 丰园灯区 及大理灯会 那这四个各花多少 请局长简单回答 那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应该是说整体的起来 是我们是用total的部分里面来 来计算这样子 好局长 另外大理的部分是由 那个业者他自己来 来承受是只有3个灯区 那我们台中公园在四个十几年过后 那一只羊还在台中公园吗 对 然后那今年那只羊在哪里 现在目前是还在台中公园 不是啦今年那一只啦 今年那一只后来因为交通部观光局 尾由我们典藏了之后 目前把它拆解了之后 后放在后里马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年那只羊羊 吉羊纳百福 已经变成肢解羊 是这样子吗 对 程序上都是要这样 局长 我们每一年都有定会 富市长 你知道我们每一年都有定会 我们台中市 在十二年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羊年的主灯 过去台中公园的那一只羊年主灯 大家想说 那只油到底要放在哪里 找不到 想不到今年的这只羊 已经惨遭枝解的命运 那之前之后 你说现在放在后里马场 我们这只羊花了多少钱 请局长回答 那一只是由交通部观光局里面 中央的议算 不是市府的议算 我知道 我说这只羊到底花了多少钱 一千万 多少 一千万 一千万 你给我们的资料是 一千三百九十八万 我们把一千三百九十八万的羊 我们今年台湾顶会在台中市颂要应该是很成功 那这只羊也是历年来 包括说它的灯用了最多组的 然后大家也想说我们今年的颂会真的是颂票 就放肢在厚里麻場 副市長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 12年前 我們找不到位置放在台中 12年後 我們居然把肢解放在厚里麻場 然後花了1398萬 那 觀光局 肢解之後 打算怎麼利用 觀光局有想法嗎 我們一般所有在交通部觀光局在全省各地在辦台灣燈會的時候 各縣市裡面在處理這支主燈的羊的時候 程序都是從典藏移交給地方政府的之後 就會做肢解的動作 如果今天有任羊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重新再組合起來 局長你先請坐 你先請坐 我想12年前的這隻羊 他還活著 至少他還活著 然後放在我們的台中公共 雖然 曾經一度造成市政府到底在想說羊何去何從 但是今年這隻羊 坦白說他 就燈會期間短短的17天之後 他就被肢解 然後所謂放在厚里麻場 我們真的不禁要問 這一次台灣燈會的主軸 創意城市生活首都 裡面是人本 永續跟活力 這樣叫做永續嗎 資料說暫存厚里麻場 緊要再做評估 一年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又要舉判 元宵燈會了 我真的想問說 到底每年元宵燈會 我們的那些主燈 我們到底都怎麼處理 是不是說 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都還是有元宵燈會 我們每一年都還是花這些錢 我們真的找不到地方嗎 然後我們真的想不出所謂的配套 或者是說真正讓 這些所謂永續下去嗎 我認為 齊敬戶這個做法 真的是可以在 想去想說 到底應該怎麼樣 讓我們 台中的 我們這次辦的定規 我們所謂的亮點 這隻羊 喜羊羊不應該變成肢解羊 那接下來請 張育彥議員 繼續諮詢 謝謝主席 哈囉 局長 幫你問一下 斷頭羊啦 本席第一次看到影片的時候 還以為是效果 接著會噴火出來 羊眉吐氣 各位 想不到竟然是真的斷頭 就是變成羊 沒有吐氣 羊眉吐氣 當然當天的影片就是爆紅嘛 說不定2015年 這邊的台灣燈會的這麼多人 可能是斷頭羊的貢獻最大 比主燈還搶眼 網路上就很多年輕人在說 斷頭羊 想要去看斷頭羊的真面目啦 還有人說 可惜頭被焊起來了 局長要跟你們說 安全問題 就是頭斷了 為什麼被焊起來 這種是安全問題實在太扯 當初是派什麼人驗收的 因為這個部分 斷頭羊是 環保局裡面 主政裡面做出來的 因為我們在整個 各局處裡面 分包裡面 由各單位裡面 來自行分包跟管理 觀光旅遊局 是做統籌的工作 這樣子 所以 會焊起來的部分裡面 也因為說 因為它是要 銜轉的頭 它有可能 會再一次裡面 也許會斷 所以把它 焊起來 所以在安全 因為參觀的人潮 非常之多 所以也是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燈會年年半嘛 以後 一定要加強安全上的問題 一個會特別注意 這次是因為運氣好沒有傷到人 如果傷到人 當然要追究責任就不好笑了 教長的這個燈會 是真心說 也是要替你鼓勵啦 但是說 未來後續 很多問題 才把教長 多用心 接下來的時間 給我們謝志宗 謝議員 謝謝 局長 你最近沒多久 就來新到 2月27號開始 這麼大的一個燈會 坦白講你也辛苦啦 當然整個燈會 辦起來 讓大家感覺 起碼 從台灣各地來到台中的 人數 舊人數裡面 看起來 也相當不錯 特別也把我們 風眼也納進去 所以 在整個燈會活動裡面 還是要跟局長表示肯定 那蔡亞齡議員 其實關心了這個議題 其實是說 這隻燈子就這樣 把它肢解掉 1398萬 就這樣把它肢解掉 其實某種程度是浪費 也違背了我們 所謂的主軸 永續的一個精神 我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13年前那隻羊 辦完登會之後 那把它放在台中公園 一直到事隔12年 又輪到台中辦的時候 再度把它拿出來 你同意 不同意 13年前 那隻主燈羊 把它放在台中公園 或者 你覺得這個恰法 這個做法 恰當或者不恰當 局長 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基本上 是可以做這個考量 但是因為 烏日的那個主燈的部分 是太大了 因為找到一個場地 它是一個做組合式的 那台中公園的部分裡面 它是一個整體式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現在因為台中公園的那個羊 跟台中市民有一些感情 所以在處理上面 也是要有一定的程序在處理的時候 才會比較完善 局長 你講的倒是很好耶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你說 那一隻羊比較大是組合的 找不到在台中裡面找不到適合的地方 第二個部分你談到說 那隻羊或許跟台中人都已經產生感情了 為什麼那隻羊放在台中公園12年 會跟台中市民產生感情 是因為 它燈會晚之後繼續放在那邊 大家去看去看 你每次去看都會看 日久生情 但是我們台中市民以現在來講 跟我們今年的主燈那隻羊 被你織節那隻羊 到底有多少感情 不太有 因為它只有活17天 這隻因為23年 這隻只有17天而已 人人講的這是你的俗課 我再請教你 既然你都說了 這隻這麼大隻 不然你總是告訴我們 你曾經在燈會結束之後 找過台中多少地方 評估過 通通不適合嗎 您找過嗎請回答 本來我們在 燈會結束前 就有包括科技公司跟 頂東科技大學有來詢問說 是不是可以認養 他後來包括這兩個單位裡面都 後來在評估認為 也是他 體型太大 維護的部分是比較 吃力一點 所以後來就沒有 做這個認養的 這樣一個討論 你的這個在我們的答詢 內容裡面都有 大概就是領東跟光盛科技 我問你的問題倒不是這個 我問你不是他們兩個有願意來 願意來認養 我問你說 你都認為說他那個是太大沒有適合的地方 我是問你們觀光旅遊局曾經去台中市所有地方找過 適合放這隻養的地方嗎 就好像13年前 那隻養就可以放在台中公園一樣 到底觀光旅遊局有沒有去台中市找過 有還是沒有 我倒不是問誰要來認養 你們找過嗎 你們努力過嗎 有曾經評估要放在烏日的那個運動場 的那個場域 只有一個地方 只評估過一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 局長可能你們 因為他要養護的過程裡面 其實要養那隻養 其實也不容易 要養那隻養也不容易 我都同意啦 不過其實我們在講一個概念 就好像13年前這隻養它可以繼續存在台中公園一樣 那我們總是希望說這隻養一隻就一千三百九十八萬 十九天之後這隻就解散 十七天之後這隻就解散 對我們來講其實都是一個浪費 那像我們你觀光旅遊局你的業務執展 推展台中各地方的觀光 我就不相信 我們台中市真的沒有一個地方需要那隻養 我就不相信 事實上你的回答裡面 其實 你們好像也不曾努力過啊 你們就兩個科技公司來認量 這老人來認量 那最好的他們找回來 沒有我們的事 那你們好像也只評估過一個地方 所以我要跟你們提醒的 蔡海銀預言關心的其實是什麼 這個鄧會辦得非常成功 成如你剛才之前所說的 台中公園那隻養跟台中的市民都已經產生感情了 但這隻養子 尊過水無分 大家都忘記它長什麼樣子了 因為只有短短十幾天啊 短短十幾天啊 那我再請教你 這隻比較大隻 啊我們有四大燈區 阿冠宏你先走下去了 那個 那個好像是任陽 有任陽 有 局長 我們要求 你把這次四大燈會 就等於 除了各當地自己做的 各當地自己煞燈以後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觀光局的 我們要求市政府花錢的 這些燈 這些 這些陽 到現在都跑到哪裡去了 請局長給我們一份詳細的說明跟報告 對家 走去堆 對家 枝傑 對家 誰任陽 給我們一份完整的報告 還有各項的經費 局長這樣可以嗎 對 我想蔡雅林議員關心的 張議員議員關心的 其實不是燈會辦的好不好 是我們不該浪費 我們在推展觀光的時候 其實這些陽燈 對我們的觀光景 好謝謝 感謝蔡雅林議員 謝謝蔡雅林議員 詹雅林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陳世凱 王立任 張文毅 蔡議員 事件書跟蔡請開始 好感謝主席 我們這個 市府所有的官員 大家辛苦 大家午安 我想延續剛剛的 謝志忠議員的話題 局長 觀光局長我想問你一下 你剛剛說有評估說我們這個 羊有可能要放在烏日的運動公園 但是 之後的下文 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在考量的部分裡面 剛才 蔡議員在思考 跟幾位議員在提到的 其實我們也有 思考到一個永續的問題 我們每一年都會辦燈會 能不能再利用的問題 但是他牽涉到一個包括 維護的問題 另外一個 遷移費用 那一支大羊裡面遷移費用大概要900多萬 快接近1000萬 明確的回答就是說 我們這支羊到底有要留還是沒有要留 我們 基本上是不留 所以確定不留 非常在 運作上面 有它的難度 所以這支羊你們目前的政策 原來是朝任養的方式 企業還是一些 大學裡面去任養的方向裡面來處 所以我們市政府確定不會留這支羊 是 市區那支羊是市政府留的嗎 那13年前裡面留下來 是嗎 所以現在養護的工作也是市政府在負責 對 因為那個 食材的問題 我知道你們的既定政策啦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邊具體建議 我希望這支羊可以留著 而且對烏日的鄉親來講 幾十年才一次來烏日辦燈會啦 所以烏日人對這支羊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盡量籌措金費 把這支羊 或者跟企業協商也沒關係 把這支羊留在烏日 把它留在烏日 這個是我具體建議 謝謝局長 謝謝請坐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業務質詢 應該 我們的路主啦 應該 不是觀光局應該是交通局啦 王主長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你比較辛苦 繼續做路主 我們也繼續跟你請教一些問題 因為目前台中對台中市民來講很重要的一個 交通上的政策 尤其是 市長一上任之後 大家都在看了一個交通建設叫做BRT BRT其實 它有很多衍生出來的問題 我當然知道說我們市政府 有做了一部分的評估 那也有做過體檢 體檢之後 也要做改善 希望以後這個BRT 不再只是BRT BRT基本上這個政策應該是取消的 方向沒有錯啦 就是 不會再有BRT 而是改成所謂的 優化公車 但是你要改成優化公車的過程當中 到目前為止啦 不要說一般的市民 包含本期在內 到目前現在為止 都是一頭霧水 我不知道什麼優化公車啦 是幽靈買車 幽靈公車還是什麼優我也不知道啦 所以本市今天 要說的主題啦 局長 副市長 幫你請教一下 這個要做BRT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BRT 是吧 副市長 你看到這是BRT 對不對 這也是BRT嘛 但是我們BRT 以後不要再叫做BRT 對不對 要叫什麼名字 局長來 我請你回答一下 我們BRT要改名 改做什麼名字 那台車叫雙傑公車 這一台車叫雙傑公車 那現在 這個牌子上面 所掛的就是BRT嘛 暫體上面 所掛的BRT 以後要改名改做什麼名字 我聽說這個 不會叫BRT嘛 對不對 就是 那就是一個車站 一個一般的車站 所以他沒有名稱 那就是公車站 所以你們現在改善之後 原本的BRT 你要做什麼名字 這台車就叫做雙傑公車 你們是不是要叫做優化 整套就是優化公車專用檔 整個叫做優化公車專用檔 我把這聽起來給你看一下 好不好 優化公車 目前市民很煩惱 是哪一個優 我剛才說的是油靈買車 有人覺得那是油靈買車的感覺 後來 是這個優 還是這個優 我要跟你講的是目前市民是感覺到很擔憂 所以優化公車會不會是擔憂的優 應該是有人智旁那個優 所以你覺得是優秀的優 不是 優心的優 對那應該是打錯了 應該要人智 他其實不是打錯啦 他就是本席要告訴你一件事 我們三個議員要告訴你的事 目前我們的市民 對於這個BRT 要改名叫做優化公車的過程當中 大家憂心忡忡啦 真的是憂心忡忡 為什麼憂心忡忡 其實我覺得 問題很多啦 什麼問題 後來 我一行一行 幫你問啦 好 現在啦 我們的暫體 目前進去是不是要刷卡 那未來要不要刷卡 不用 未來優化之後不用刷卡 當時也變優化 7月8號 所以我們7月8號之後這個暫體是不需要刷卡 是 那在哪裡刷 在車上刷 在車上刷 那請教一下 目前車上 你的刷卡機 買好嗎 買好了 已經買好當時要倒掉 在7月8因為那個現在不能裝上去的原因 是因為他還在做測試當中 如果現在就把它裝上去 市民會誤以為在車上刷卡 所以我們一定在7月8號10日之前把它裝完 這個部分的採購 業者都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他的車子的部分要裝刷卡機 已經確定要裝了 那目前的現在刷卡的這些裝置 這些裝置是要做什麼 因為現在這些裝置都還沒驗收 所以他現在到底有沒有功能 功能到哪裡 這個部分呢 現在交通 因為這個驗收的程序 還沒走到交通局 我跟議員報告 他現在程序是這家廠商 他已經說他做好了 在程序上叫做 申報他已經竣工了 那申報竣工以後就會進到我們的監照單位 就是中心工程顧問 中心工程顧問也認為他已經做完了之後 他就會通知我們的專案管理公司叫林童言 那林童言認同了之後呢 就進入下一個階段叫做試運轉 試運轉 結束之後 林童言會通知交通局說你來辦理驗收 好 我剛才聽你說這麼多流程 但是問題出現 現在這個 暫體你就沒有要刷卡 你要怎麼驗收 那東西做啊 發包啊 一定要驗收 驗收之後這件東西要怎麼辦 我驗收之後我知道他現在有什麼功能 也許他可能都沒有功能 他如果有功能 所以我要說優心的部分就是說 目前連那個 暫體的刷卡機 我們和他的功能就不知道 他當然會號稱他有某種功能 對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刷卡每天 誤刷率啦 百分之一 是 入一百塊 入一百塊 非常嚴重的問題 會來申訴啦 所以我們包括交通局BRT公司 不起呢 我們1999 市長信賞應該都第一名 對 因為很多人都給我們鎖卡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這個東西如果最後能夠改善 我們一定要先驗收 那驗收完之後如果能夠改善 那我們現在是有一些希望能夠把它移到別的地方去 那這些地方呢 也許是包括這個 文化局的一些掌管 圖書館 或者是其他要用 不管你要移去哪 現在至少確定一件事啦 未來暫體不用刷卡 是 都在車上刷 沒有錯 所以目前這個暫體的刷卡機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是 這是第一點 好 第二點 目前你的站 站的那個 閘門 月台門 月台門 有在關嗎 月台門現在沒辦法關 現在沒辦法關 是怎麼派到 不是 我跟議員報告 當時採購這個月台門 因為他要跟車輛對話 對話的就是通訊 車子到了之後呢 他通知月台 月台就把門打開 可是當時的設計 只能跟18台車對話 我們現在的雙結公車總共有64台 他只能跟第一次買的那18台對話 政府後來擴充的那14台 跟民間買的那32台 這些都沒有辦法跟月台門對話 月台門沒辦法對話沒辦法開 月台門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聽到的啦 月台門是不是被設定 是不是被設定 一定 他必須一定 要固定的哪些車進來他才會開 對 我跟我說那18台 好 再來 這個18台的部分有沒有涉及綁標 因為有可能喔 我聽說現在智慧財產權 他還在這個廠商的手上 機電的廠商手上 好 機電廠商手上他目前的設定是 只有這個公車系統可以進來 這樣子的公車可以進來 宇通的公車再可以進來 有這個事情 我沒聽過這種的 我聽人家說 他目前的設計 我知道他現在只能跟那18台對話 即使同樣是宇通的另外14台 跟民間買的32台 無瓦對話 所以我現在只要把月台門關起來 只有那18台到站門會打開 所以第一 目前 我們的 刷卡機不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月台閘門也不用 這是確定的第二行 好 這兩行 我們還是知道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 問題重重 你們有沒有送過陣風下去調查這個東西 這個陣風都已經在查沒有錯 有在查 好 積極下去查 再來 未來公車的生態 跟 公車的模式跟BRT的模式是不一樣 BRT模式是每站都停 但是公車很多的公車司機是有招手才有停 後來幫你問一下 未來你優化公車以後 你會輸機 沒有你會輸機 他現在的站體來說 他看得到有人在揮手嗎 不用 在台中火車站到靜宜大學 就是現有所謂的BRT的這個路段上 他是站站都停 所以以後 確定是站站停 在現有的這兩千三百萬的一座兩千三百萬的這個站體 每一台公車到了這裡 通通都要停 但是必要離開了靜宜大學 對在往海線走了以後就是 有人招手才上下車 你說每一站都停 未來每一站都停 那有可能產生一種狀況 有些毛毛蟲你知道嗎 一節一節 因為你未來不只是BRT完不能雙節公車 你是不是連單節公車都要進來 那你除了單節公車之外還要增加幾路的公車進來 我們現在大概增加了 八路 總共增加八路 再加上原本BRT的雙節公車 三百號 再加上三百號 未來叫三百號 三百號再加其他的八號 再加你一些單節公車進來後 你會變幾台車在那裡 一天差不多有八百五十幾港 目前是幾港 現在是四百二十六港 增加一倍的狀況底下 而且大家的時間點沒有辦法 不一定抓得很均勻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雍篩 暫體的雍篩 我們現在是這樣 過去的雍篩是因為 公車在站上等人 因為他要載人 所以現在看到有人要載車都要一直彈 後面一直彈 但是現在跟業者協調的結果 你不能夠站都沒有人 你還一直在那裡等 因為 這條台灣到到頂管 從台中火車站 到秋紅谷 這整個叫黃金路線 這個量很大 所以業者就很有可能 他把車子停在那裡 因為就要載人 但是我們已經跟業者 理了一個叫做運作的規則 違反這個規則 我們就記點 好 記點太多之後呢 這延伸出一個問題 你說他不能等人 你目前的BRT的規劃 是20到20秒 原車是20到20秒 那未來有沒有要限定20到20秒 20到25秒 以後就是沒有人要上下車他就離開 因為 未來沒有限定任何的秒數 就是他只要停下來沒有人他就要趕緊開走 所以你覺得這樣就不會有塞車的問題 不會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第二個階段就是我們每一台車站都會裝這個車間距的警示系統 就是說 我設定這兩台車 比如說他們的距離是兩分鐘 我設定兩分鐘 如果發現你再繼續這種速度開下去 你跟他近戰的時間會剩下小於兩分鐘 那我車上就會提警示 局長 你現在說7月8號要開始執行 其他兩個問題跟你詢問一下 7月8號是禮拜幾 禮拜三 禮拜三 7月8號是禮拜三那一天是不是上班日 是 你那一天其實一開始在市營運的過程當中你如果是挑 上班日 有可能造成很多人上班或上課的遲到 因為還不習慣 而且 或許你的系統會有問題 有沒有可能我們把它調整在假日 禮拜六禮拜天 假日我們的量更加大 台中市這條台灣大道上面 假日的量很大 我知道量很大但是問題是這樣 那天的量大部分都是要出去玩的 他沒有上班的時間限制也沒有上課的時間限制 有沒有可能假日我們先測試 量大的狀況底下如果他運 運轉得已 他一般的日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報告議員因為7月8號 7月8號 都在辦公室 開始放暑假 學校還沒開始輔導 上班的勒 上班也還在上班 他們的量已經一樣了 學生的量已經一樣了 本來是要7月1號 現在這個問題 宣傳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很多議員 很多市民到目前為止 一頭霧水 你到時候有八路公車要加進來 哪八路 沒人知道 其他的運轉路線是哪裡 沒人知道 以後你大概幾分鐘一班 沒人知道 你現在有打算做什麼樣子的宣傳動作嗎 目前為止 我聽到的你們交通局裡面 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版本 可以對外宣稱 好OK 你就算有很確定的版本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宣傳計劃 可以提供出來 好是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整個路線的定案 因為接下來要進入一個 叫審議的程序 台中市有供 這個 市區公車 你前段告訴我 你有什麼宣傳的計劃 我們現在5月底整個定案以後 6月就開始進行 我們叫做地毯式的宣傳 基本上會有宣傳單 會做小卡 車站會發 包括在現在的雙節公車上的民眾 在慢車道等車 再來我提醒你一點 學校的部分也需要 甚至 拜託教育局那邊 請老師開一個暑假作業 先研究你們家周圍的公車 這個是可以跟教育局討論的 以下時間我先交給王立仁議員 謝謝 好 我想 局長你應該 很了解 這個 VRT對海線 對我們那個區塊很重要 那他有很多已經 因為VRT被停搬的路線 那在你的計劃裡面 他要復始對不對 對 那有一些因VRT而徵搬的 譬如說像藍6 那請問一下 那接下來 這個藍6 會何去何從 藍6跟168整個整併在一起 整併在一起 所以藍6會不見了就對了 因為回到原來的168嗎 那回到168以後他的新的 新的名字叫306 好謝謝 感謝兩人 陳世凱 王立仁 張芬議員 等於執行 接下來請 邱樹貞 何恩海 陳蘇華 議員 上來議員 兩個執行 時間15分鐘 請開始 感謝朱憲 請問我們交通局 王局長 我們為什麼道路需要設置這個反光導標 反光導標 對 是為了交通安全 希望能夠把整個標線弄清楚 夜間的時候是比較好 比較安全 是 好 那我們現在 對 沒有啦 等一會 我們好 對 我們那個根據道路的交通標示標線設置規則162條 反光導標 那個極危險的標記 用以來標示這些 道路上的彎道 或者是 危險路段 路寬的變化 或者是 路上有障礙物體 那 來促進夜間的行車安全 局長 你看這些路段 這些路段 我現在弄的這些 那有中港路的 中港路公益路口 或者是 北屯區的 祥順路 還有 那個 西區的 明泉路 或者是 松竹路 那 漢西 西路 東山路 這一帶 你看 這個都是 平 主要 我們台中市區的主要幹道 那可以說 它的交通 平日的交通流量都很大 那現在有多處的 中央分隔島的這些 護欄上 這些反光導標 你看它破 損壞的 嚴重程度 那不但影響這些 夜間行車安全 也衍生 道路的景觀問題 那 常有駕駛人 他這個 因夜間視線不良 來導致這個 來撞這個 分隔島 或者是影響行車安全 那本席希望說 要盡速的 來 來做這個 來派工來維護 是 謝謝議員的提醒 那我們 交通局 把這種預算 要來執行 但是因為這個 損壞了這個 量非常的大 所以剛剛議員提醒了這幾個路段我們 趕快來辦理會堪來做這個處理 好 那 那局長 請問 台中市目前這些 反光導標他是使用什麼材質 那設計的尺寸還有固定的這些螺絲是否有暗土的來那個暗土級規範來施工 這個這個保固幾年 他這個每一個的都不一樣 那材質也有兩種 有一種比較熟的 這個標準 其實那個材質沒什麼樣 對 我知道 那我們 我看我們台中市目前使用的這些反光導標 他好像都是數 比較多的是塑膠 塑膠類的材質 那個雖然比較熟 但是 容易壞掉 毀壞 那毀壞後 你看就擺的這樣子 我剛剛 這個圖 圖片的 對 放個那個 放照片 那不要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 你看這個 這個都破損 那 這個也影響勢容 這個是很難看 再下一張 你看這個都是破損 來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有的都不起來了 所以說是破損的很嚴重 那我希望說我們要趕快派工來做維修 是 那這些毀壞的 他們 回收也 沒有辦法再利用 沒有辦法 對 也不會 這個也不會腐爛 所以說 我們得再 發揮那個一次的 這個 來再裝修 不但浪費工堂 又增加這個 環保問題 破壞市容 那本席是建議說 如果有 比較好的 材質的 我們要 要來像 如果說 一些什麼 剛剛你有講說 法 什麼什麼 法郎子的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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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有 這個 應該用比較好的 這個材料的 來做 不然你看 這樣破壞了 我們基本都沒有做維修 這樣子反而是更影響 市容 也影響這個夜間的行車安全 對 那還有一點 你看 我們 如果說 造成事故 那也許 我們可能又要 那個 造成事故 或者是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又有可能 人家來申請國賠的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市府砸錢 你看我們花 那個花博要 81億 當然是要 向中央爭取 40億 但是 我們 連最基本的 這個 交通 導標 一定也要 弄好 那 要不然要怎麼走出 國際 我們市容 這個 之前 那個 我們的林嘉隆市長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的 市 他的這個交通市政白皮書 他有提到 台中市不論是我們道路交通的事故的 總 總建數 或者是道路事故的 死傷人數 或者是每10萬人道路 交通事故的死傷人數 在過去4年 可以說是我們 台中市都是 自居全台最高 這你 我們市長的 那個 在 政見 競選的時候 你也站出來說 來 也替他背書嘛 說這個 可以說我們這個 我們台中市的交通 都是在五都的墊底 當然現在六都了 都是五都墊底 所以我希望說 你看全國 你知道我們全國車禍總人數多少 死傷人數啊 幾年啊 2013年 全國的我沒記 不好意思 我們台中市多少 我們台中市100多 全國有375154 我們台中市就佔了 72156 建數 建數 因為這個 車禍 因為這個 所以這個交通事故 你看我們這樣子 因為交通事故死亡或受傷 就佔了19.2% 可以說是相當的 可以說是相當的嚴重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期 那當然這個交通問題 一直都是我們台中市民最大的這個民怨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林市長現在 當選了 對這個交通 你要怎麼樣來把它 來改善 來提供 用路人更好的一個行車 這個空間 報告議員 我想我們最在乎的 就是安全 所以這個 益造市的地點 益造市的地點 是我們第一個關心的 第1個就是 益塞車的 益塞車的路段 我們來做改善 當然當期來說 就是發展 公共運輸 所以包括 捷運的 路網 整個台中市公車的改變 只要我們的市民 蓋在公共運輸上面 騎機車 開車 的量度的降下來 我們在小時候 培養這些孩子 大家都可以做公共運輸 他大後就習慣 我用長期來說要這樣做 第1個來 我們把避險的路口 避險的路段 會搭車的路段 會搭車的路口 我們先來做這個改善 現在交通局要推動 就是安全 做基礎 現在來做人本 還有做永續 用這個方式來把整個台中市的交通 做一個改變 所以第1期的 還有更長期的做法 我希望說 你一定要跟台中市交通做得好 因為 我們居住的環境 交通不好 尤其你剛才說 交通 要希望坐公共運輸 我覺得我們的接駁 就是不好 接駁 接駁 包括 我要坐 我要坐高鐵 我不如來坐台鐵就好了 因為我要開車 來坐 不一定 火車站有頭接駁 我如果在東區南區 我沒辦法說有什麼接駁車來坐 坐火車最快 沒辦法坐到那裡 我坐到那裡 還要去十多分 這裡有幫我坐高鐵 所以我們這個接駁的方便 我們要再加強 是 好 還有一點 我們那個 對 對這個 你看 對 剛剛這次這個 5月9號發生這個車禍 男童被酒駕 就給我們一個 袁台中縣 一個 那個明代 他來那個 酒駕 來把他 這個小孩子 來撞死 那現在 這個 我去發現 你看這個 你可以看上面這個 集中 這個就是比較標準的 來 再下一張 你看這個 這個螺絲就裸露的 那麼長 來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你看這個 通通幾十公分有 這個我 這樣子 開車經過 我說來我看到了就馬上停下來 去拍照的 這是全台中市 那你看你現在 我們的 全市的交通 耗製 這個耗製入口有幾個 五千零一個 五千零一個 我們現在 你看這樣就有 一個有四座 差不多兩萬座 兩萬座 差不多八萬 那一座要收四座 那你們有沒有要 要 要緊緊地 這個 來做 來做改善 這兩萬座 我們第一禮拜 會不會開始就開始查 只要 拖超過五公分的 拖超過五公分的 機器都直接把它鋪掉 其他現在要買一些保護套 不管是金屬的 或是塑膠的 套住比較安全 可是短期內 現在只要看到 像拖出來說 拖五公分六公分 要十公分的 這機器先把它鋪掉 還沒後續有這些問題 這青澈 差不多要兩禮拜到青澈 現在看到 都先把它鋪掉 我希望 應該 應該要緊緊緊來用 因為這個家庭 他是在太平壯道的 這個家庭在我們的 東區 那你看 他這樣 爸爸 現在爸爸 這幾天才出 交付病房 家人都還不 還不敢給他 知道說他孩子 因為這樣子的撞擊 死掉了 媽媽也是 兩個夫妻 同時 住院 會說 當然 他們那個 設計有沒有舒適 他們有沒有辦法來申請國培 包括議員 因為政府沒有規定 政府沒有規定要討論 全台灣姓 都沒有規定 標準都不一樣 台東區也沒有這個標準 所以 第1期 我們已經鋪掉 第2 我們1禮拜來已經 送一個圖 要來 創一個標準圖 以後就是 用台東區的青澈 基礎 要設計 要討論 上面要加一個 金屬保護袋 要用一個標準圖 以後都照這個圖來的時間 好 我希望說 不要有在下一次的這個 因為這樣來 來有傷亡 好謝謝 那接下來 何文涵議員 主席招待 靈敦 法國主席 這個技巧 找不到主席 來我們副市長 我們各科市的局長 所有的媒體 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 要來 請教我們 王局長 我們 我們 建國北路 你怎麼這麼多人 我 每天上班都經過 好 你看到幾米 看到現在 一個方向 差不多 現在 捷運 圍起來 現在一個方向 差不多 存兩個車桌而已 兩個車桌 很免許 還沒有記車桌 非常非常危險 這是我們幕前 台東區 最危險一條路 建國北路 這個部門 既車 既車 閃沒路 車都要收客 非常 非常非常危險 那條路 沒有割20米 看 只有20米而已 我們全英都在做 還有 雙邊都兩三道 我都要走沒路 所以非常危險 這個部門 我看 那個 你教長 你要好啊 去這條路 改善 有這個危險 不要再事情發生啊 再來說啊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我們的預防 比治療還要快 所以預防 一定要做 好 當然 你來三個多月 台東區的交通 一些南敦交流都 好 鄉上路 好時有改善 感謝你的費心 每個市民樓口 早上都有交通 四五個 還有義交 給你交通 所以改善很多 這個部門都給你困難 所以建國北路的部門 拜託你 你的費心 還有一個就是 北託北路 就是跟環中路 超窄 十三個中央區 十三個中央區跟環中路 起到 麻煙溪 又過了 那十 不是中央區 是我們 叫做的那種 做到後面的七段爭疏 沒要做了 有價位路 我是說後面的中央到那邊 跟麻煙溪 過都沒路了 環中路起到麻煙溪 也沒路了 所以這個部門 你是不是要透過 剛花錢 大家怎麼接下去 因為那條有接下去 我們要接下去 開發方式不一樣 是七段爭疏 台湾市政府現在七段爭疏 沒有要做 那條不要做 沒有要做 如果要做道路 如果要變道路用地 由地主去選擇 是要找到要參加分配 或是要領錢 所以拜託局長 這個收集的部分 銜接 我們 建國北路的地方 快點把它銜接 就結合得好 因為這個 建國 我們的 南路 非常非常的 佣金 當然 中央區 十三個在做 要緊打我們的 我們的 金城南路 金城南路 就把它蓋 榜頭蓋上邊 那個道路 要緊打通 十三個在做 我們等一下再說到這個 希望說 我們建國北路要好好改善 最近我們 都要 我們建設局要蓋一個橋 就是我們的資高橋 我們的預算 2億 2.9億 還有我們 第三樓端有補置1億多 要做2億 這個要興建我們的資高橋 我們的交管有沒有送我們交通局 資高橋有沒有送 有沒有 有是吧 有送 有送 你覺得怎麼樣 一個橋要做800幾天 是不是太長了 資高橋有前四路還要 要上我的南屯交流道 那個橋 那個橋 改善是不錯啦 要卡丁座 這是我們台中市的門民 不管是高橋 高速高速公路 我們早上 晚上的 我們的 工業區的上下班 非常非常打車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給你的詳細 研究 交管的部分 他的配套是什麼配套 說 一次八百幾天 所以這個時間是不是要收得比較多 拜託教長這個規行 關於我們 交換四樓 還要關中路 我們的南屯交流道 所有的出入口 所以拜託 你也好 好啊 要去廖教看看 報告議員 這個交通維持計劃 現在還在進 21號才會進 所以這個我特別注意 看他這個交通維持計劃 對對對 交管的部分 又用心啦 因為他說一次要創八百幾天 我沒有可能八百幾天都去那邊 所以要說給上誓 看第一天要做什麼 他要告訴我清楚 這21號的心照我們的 我們的 你好我心情 讓你聽聽 來我們在當局啦 在當局行行行 如果沒什麼意思 比較公平 文之華 你身上的國長 我看是 文之華無限上綱 這台白是文化局 我頂上就拿出來 土力特定對象 喔 地主啊 當煙大頭啦 後來這些小兄貴傭 都算一堆主的心想嘛 算負擔啊 對不對 現在我們 十三起重劃 公辦重劃有四個公區啊 一個公區八百萬啊 三千兩百萬啊 他們說 要四節啊 錢已經付錢了 四節了 現在接下來是什麼 搶救 移植啊 搶救 搶救你們那邊的余 那邊三千幾萬吧 太少了 他們都看不上眼啦 不來啦 不來啦 要怎麼辦 不來沒有搶救你們不能動工啊 要怎麼做 副長 接下來怎麼辦 是 議員說的 是 是啦 我們邊三千兩百多萬做搶救是沒有 招標兩次都沒有投標 所以我們現在重新檢討那個預算 已經 已經往上調了 所以 然後也在協調看看 是不是請專業的文化局來協助我們 我跟你講 你看你喔 你人拜託啦 你人幾個都要來不啦 錢不夠 怎麼說 我們是要一億兩億啦 我們的重劃為了文資法 這十三起已經萬五年了啦 五年要到現在 第一工期都沒有進度啦 因為我們家在旁邊啊 我趁頭 替班尾 這個怎麼辦 文資法把你 劃定為 劃定為 這是我們的 像我們 那些 那些就是說什麼了 毛西波遺址 劃定 劃定以後 要幹嘛 把在那邊 文資法還有規定要 劃定的區域要怎麼辦 如果是屬於劣測移植的部分 劣測移植的部分以後 以後開挖的時候還是要做監看的動作 好 那個開挖誰要開挖 就 如果是劃定的部分就是 劃定的地主後再開挖的時候 也是要再修文資法的限制 要再做監看 不是 我這位是說你劃定喔 我這位是說我們文資法劃定為 谷物 文區 喔 那補村 那補村 準備要改變做公園了 公園、保園 在揮揮的時候 核氣核蟲 劃 劃在那邊就好了 接下來怎麼辦 他就揮公園 公園開後就 劃後就變高 事情不改變 他說 裡面都報了 你不去上班跟他揮揮了 你要做嗎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 他們只要劃定而已 接下來怎麼辦 他沒有講了啦 對不對 劃定的區域在那邊 接下來怎麼辦 沒有講 10年2、10年5、10年2等於 這個有負責任 文資法沒負責任啊 把你劃定 劃定幹嘛 進度的落後 這個 無辜的地主啊 台東市的財政這些 都是去 都 都是地主 把我們促成的啦 把我們地上 我們 只有哪些什麼 大座頭 做座頭 他來簽 賺錢 地主就是這樣 我現在說 我們的 我們的重劃 進度落後 萬五年、萬十年 沒有處罰 沒有補償 這樣就不合理了 一個 社會公平性啦 就是說 今天我們本來答應 五年要完成 交地給人家 拖了十年 拖了十五年 二十年 都沒有補償 我們不負責任的啊 我們只會賺錢而已啊 以後我們重劃好 可以白白地位地 這樣而已吧 不是 這樣有公平 沒有罰款的啊 所以我一直說 局長 你現在的局長 研究一下 針對我們的 延路 時間 是不是 用什麼方法 補償地主 不然你 欸 對不對 地主 無辜啊 所以 局長你研究看看 到底 我們是不是 針對我們政府的施工 重劃的 延遲 可以 用一個辦法來補償 地主 公平正義嘛 公平正義嘛 錢大家貪嘛 之後看要補償 別人 其中跟我們說貪都不說了 對不對 好啦 局長你請坐 你去研究看看 謝謝議員 謝謝 來跟我們觀光局 最近有很夯啦 局長 最近那個 馬祖元期啦 馬祖元期 我們的監委啊 去年 有他分階段的那個 預算啦 包括今年度也有預算 總共有6億吧 6億現在最近 最近發生的事情你怎麼處理 這個案子因為 是在發包執行中啦 所以這個案子還是會再走 繼續走 他動工了沒有 他已經發包了吧 他那個地基基礎 他都打起來了 所以打到一樓去 當初是 那個上面的馬祖啊 1.2億啊 下面的基礎總共6億啊 5 6億啊 當初很多宗教團體來反對吧 吳助強 市長 受到很多抗議的聲音啦 他說你蓋了馬祖 阿拉也要蓋一座啊 對不對 那個上帝也要做啊 天主教地主教也要來啊 當初我們 在審查預算的時候就有規定說 那個 上面的部分啦要用募款啦 要用募款啦 那個1.2億的那個 神像啊 就不要動工啦 後來他 花包的金額是 照6億這樣花包嗎 對現在所有總預算的部分裡面 所有的工程費用是6億 你現在就分做4個年裡面來 分年來編列 對啦我們4年分配那個預算給他 問題太扯了啦 1.2億跑到哪邊去了 他不做為什麼 這個要 這個要繳褲啊 所以在議會裡面的附帶結議裡面的部分就是說 他那2億的部分是用募款 來做的 6億的部分裡面是 所有的基礎工作裡面 還有那個 那個勢勞 大概整個所有工程的部分是6億 那個募款的部分 做神像那2億的部分是包括在裡面的 沒有包在6億裡面 沒有 他6億的時候 他是做四樓吧 四樓 沒有不對 現在到底他花包的時候他是撿像 還是照這樣就花包出去了 當初的時候沒有撿像的動作 沒有撿像的動作 所以我們看的資料裡面就是 所有的四層樓的部分36.98 公尺的部分裡面是6億的工程 所有包括基礎一路打上來的那個整個規劃案 當初那個神像的重量是多少他怎麼那個基礎 基礎就花了6億啊 沒那麼多吧 兩千噸左右吧 兩千噸 聽說那個 在 胡志強漏選的那天 所有的募款的動作 全部撤銷 對他現在是在 103年11月28號他向 衛福部 提出那個所謂的大安濱海 樂園裡面開發新建工程跟周邊觀光的 設施的 勸募計劃 黑伊達衛福部 所以他的程序裡面是 他跟內政部是取得公益性 法人的角色 回過頭來再去跟衛福部提出欠募計劃 這樣進行欠募的動作 11月28號的時候 撤銷的時候是在 103年12月26號 衛福部 提給他的意見是 因故起銷 什麼故我不清楚 就是撤回來 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他到底是中指 那個中間的中 還是最後結束那個中指 我不瞭解 不清楚 但是這個工程是在進行當中 當初是用什麼 那個團體向那個內政部申請 現在是 台灣麻祖聯誼會裡面 他是向衛福部申請 他為什麼就撤銷了 撤銷了是 現在目前是台灣麻祖聯誼會 他自己去跟 衛福部 撤銷 撤銷 可能是 我們無字講露銜吧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目前 大安麻祖的這個工程的部分裡面 還是在 花苞的進行 執行中 所以他 當初的 承諾的部分裡面 他自己在公益 公益的倩募的部分 他必須去履行 履行他的承諾 對啦那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我現在質疑是說為什麼有藍利之北 對不對 一個信仰啊 麻祖的保佑 不分藍利吧 對不對 全部保佑吧怎麼可以 那個 看到 那個 我們的無數獎漏選啦 就是申請撤銷啦 不募啦 接下來我們怎麼辦啦 那個 局長 所以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溝通的問題 我想我們會特別會跟 台灣麻祖聯誼會裡面在 溝通 然後正式確立 他到底是中間那個宗旨 還是 那個最後那個宗旨 我想確立這樣的意思表示 我們才能夠 後面包括 因為現在市府已成立一個 麻祖的一個 園區裡面的 專案小組來 全面來檢討 我覺得你 要親身去拜訪 好不好 為了所有的 我們的 麻祖神像的部分 你可能要去拜託 拜託我們副市長帶隊去吧 我市長 比較生意的 市長我市長都去走走 我們本地有告他有欲啦 後來他去大陸之後就沒有 沒有沒有 在那個 那個 麻祖的那個 大家罵 那個 繞境的時候 我們有碰面 但是沒有 深入談到這個問題 開出我們的生意啦 好嗎 市長 市長或市長都好啦 去人拜託啦 說喔 這個 不要為了什麼 就停止啦 繼續推動啦 這是保佑大家 保佑全國的 對不對 我們全面檢討 全面檢討 那個神秉是保佑我們所有 我們台灣全國 對不對 封條無尊啊 對不對 謝謝啦 請坐 接下來陳樹華議員 接下來謝謝 謝謝 我想延續何文海議員剛剛提出來的問題 大安媽祖主題園區 那麼當時 議會在審查 預算的時候 在大安媽祖主題園區 已經第一次流標的狀況下 議會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建議說 這個工程 應該要等 市長選舉後 在辦理招標 當時就是因為 引起很大的爭議 這樣子 分年編列 六億多 這麼龐大的 預算 當時就是因為有爭議 所以議會做了這個 附帶決議說 等市長選舉後 再辦理招標 結果市政府 不顧議會的這個決議 第一次流標 又等到第二次流標 結果還是硬幹 還是硬要去 上網發包 去招標 那麼完全不顧議會的決議 請問今天造成 沒有媽祖神像 只有基座 大安媽祖主題園區 這樣的責任 局長要不要追究 要不要追究 我想 因為 市長已經提到了 不是要不要追究 當時的計劃 就已經 把媽祖神像 剔除了 整個的計劃 就改變 但是市政府 還是硬要上網 來招標 那麼請問 這樣的 不故意會決議的做法 請問這個責任 要不要追究嗎 你要不要去 厘清 當時 為什麼計劃改變 然後已經把媽祖神像 剔除了 因為算照理說 應該減少 應該有變動 你們卻一樣用六億 去做 發包 這樣的責任 要不要追究 你告訴我要不要就好了啦 我們會在那個 專案檢討的時候 包括追究的部分 也包含在內 專案檢討啦 局長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本來大安媽祖主題園區 總預算六億 六億是包含 媽祖神像 一點二億喔 後來把媽祖神像 一點二億剔除 照理說 我們的基座 是剩下 四點八億耶 結果你不是用四點八億 去做發包 你們一樣用六億去做發包耶 這不是浪費公堂是什麼 本來四點八億去做的一個基座 變成了六億 你知道這樣 就變成雞開 一億兩千多萬 你看我手上 這個市政府 之前提供的資料 光是結構體工程 本來一平方米四百五 接下來算成一平方米六百二 這個就增加了一千七百多萬 地平的裝修 本來是說 部分做地平 因為你們用六億去發包 接下來咧 說全部施做地平 這個就多了四千萬 那我們再看看外牆裝修 本來是說外牆用紡石頭漆啊 接下來就變成說 用石材做裝修 這個就多了五千零八十萬 再加上天花板裝修多了三百多萬 多媒體設備也多了好幾百萬 再加上雜像的這些費用 局長 這裡面甚至有圖利的問題 本來是四點八億 去做發包 去做一個基座 因為把媽祖神像剔除 你們去轉而 連計劃的變更都不送來議會 都沒有把變更計劃變更設計後 送來議會做審查 就直接這樣去做發包 導致可能必須要多浪費公帑 一億兩千多萬 四月白做的 起來的東西 你用六億去做發包 這裡面沒有圖利之險嗎 另外局長 我們這個媽祖主題園區 你剛才有做過說明 分四年來做編列 那麼我們一百零二年已經編了兩千八百多萬 一百零三年編了五千萬 照理說去年發包 一百零四年的預算 都要不會過喔 所以你們的話 包應該是依 之前通過的 兩千多萬跟五千多萬 總共七千多萬 去做發包 還是是以整個六億去做發包 這裡面疑點重重 是用六億去發包 用六億做發包 所以你們當初的責任 不追究不行 不該追究嗎 把神像都剔除了 神像都剔除了 扣掉了這個一點二億 應該是用四點八 結果你們還是用六億去做發包 這裡面沒有圖利之險嗎 也不顧議會的決議 議會決議說 請你們等到市長選舉後 再來做 這個發包 再來做決定 也不顧 本席要求你們一定要追究相關的責任 好那麼局長 明年 還有三點五億要編了 明年還有三點五億要編 還要不要編 還要不要做 我們 我們會在專案小組裡面 前面檢討是不是三點五億要編 但是他是一次匡列裡面是六億裡面來進行發包的 但是預算是分年度做審查 如果明年度的預算議會沒有通過那你還要做嗎 還做得下去嗎 那你還要不要編再送出來 請你要給議會接下來大安媽祖主題園區 責任的追究 檢討 必須給議會一個完整的一個相關的報告好不好 好謝謝陳局長 接下來我想 台中捷運 4月10號發生事故的責任的檢討 我想本黨團一直主張說 要修三方協議書 那麼事故的檢討也應該要釐清相關的責任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看到 其實柯文哲市長也展現了相當的誠意 所以呢 也在上個禮拜六拜訪 我們的林市長 那麼雙方也就 做一些事故的檢討 也做了一些意見的交換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事故的檢討上 似乎都避重就輕 那麼這些責任的釐清 還是 沒有提到遠洋 沒有提到中鋼購 等等相關的責任 看起來就是把 這些責任要推給 小包商 那麼從捷運局提供 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來 在 GB 5 GB6 GB7 GB8 這四個 鋼香糧 從事故的檢討報告 說這個總共 有209噸 但是捷運局提供來的資料 卻看到說其實 這個資料是206噸 一個北捷 一個捷運局 連到底發生事故 鋼香糧的重量 都搞不清楚 你讓市民能夠信任 未來捷運的 這個品質 未來捷運的 施工品質能夠安全嗎 市民能夠信任嗎 本期這裡有一篇 有一份 來自台北市議員周伯雅 提供給本期的資料 這裡我們看到 從G3到G10站 鋼香糧的數量 施工計劃書跟施工圖 其中的差異非常的大 本時要跟 交通局要個 監工 的計劃 監工的 報表都要不到 你看 台北市議員 跟北街討這份資料 我們看到這個資料 實在非常讓人的 震驚 我們看到在G3站 施工計劃書跟施工圖 的頓數 鋼香糧的頓數 差異高達495噸 你看到G4站 也差異了1200多噸 G5站 也少了945噸 光是G3G4G5站 這個就高達 這個差異 就高達 一個高達30% 一個高達22% 這個已經不是在誤差的範圍內了 從G3到G10站 所有的鋼香糧的數量 頓數 施工計劃書跟施工圖 的差異 既然短少了 6442噸 整個的差異 高達20% 這個不是誤差而已 這樣鋼香糧的數量差異這麼大 施工計劃書跟施工圖 的鋼香糧的頓數 差異這麼大 讓我們覺得說 北捷不止止 是包庇放任廠商偷工 疊終結鋼香糧事故 來 這個疊落的情況下 不僅僅是偷工 他現在又減料 又減料 從G3到G10站 總共減料了6000多噸 我想請教 我們的王局長 我想請教王局長 你能否說明 施工計劃書跟施工圖 的鋼香糧的頓數差異 平均 從G3到G10站 差異高達 20%以上 總共少了 6442噸 這個可能 可以讓廠商少花到 1億5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 少了這麼多的鋼香糧 這個是否 可以符合原來 設計的安全係數 報告議員 這整個的設計 包括所有的設計圖 台中市政府是沒有的 台中市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手上這個資料你也沒有 你這個手上資料我有 是這周伯雅議員在台北市議會 質詢所出現的資料 好那麼局長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差異這麼大 減料減這麼多 這個會不會 有沒有辦法符合當初 設計的安全 以你的專業 這鋼香糧少這麼多 你有辦法說明嗎 如果是 這個周伯雅議員提的這個數字 是正確的話 那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也沒辦法接受 不可思議 無法接受 局長 當天 發生事故的當天 到底有沒有監工 沒有 沒有監工 柯市長來 來跟 林市長報告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一直 確認這件事情 當時 案發的當時 台北市的捷運局 包括中區工程處 沒有任何一個人 在現場監工 當天事故的發生 沒有監工 那麼北捷正是放任廠商 掏鋼嘛 現在呢 又減料嘛 根據台北市議員 州議員提供這資料 廠商又減料嘛 是 那你們能夠接受 上個禮拜六 柯市長下來 所給你們的那個檢討報告 完全 知識不提 遠揚中鋼購 等等的責任 只是 一味的要把責任 推給校包商 所以我們叫他回去 重寫 你們叫他重寫 對 這個台中市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是 所以局長 施工的計畫書跟施工圖 剛相量的噸數 差異 從500噸到高達1300噸 總共 少了6442噸 這個差異的比例 從十幾%到30%都有 這個對廠商來講 他可能可以節省了一億五以上 本席在這裡要求 既然連你 也沒有辦法接受 也覺得 這樣子 簡直是不可思議 所以本席要求 我們應該要重新 來做結構安全的計算 現在在 你們在談說要復工嘛 必須重新 做結構安全的計算 同時在現況 要先做結構安全的 鑑定 了解是不是符合當初原設計的 安全係數的標準 否則怎麼可以復工 是 報告議員 這個數字如果屬實的話 台北市的捷運局 如果沒有辦法 對台北市議員周伯雅提出 這樣的數字的質疑 給一個滿意的交代 不用說我 我想台中市民都不會同意 我們也不會同意他復工 現在終結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安全 台中市政府不會同意他復工 好 局長 你 謝謝你的保證 我想市民最重要 最關心的 就是安全的問題 不管是接下來復工 或者是接下來工程 繼續的進行 都是安全 第一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允許說 在這種 沒有 這個讓廠商偷工 當天根本沒有監工 同時 在後續又讓人家發現 剛香糧的 頓數 竟然少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所以必須要來做 結構安全 重新做計算 同時這個現況 目前 終結工程的現況 要來做結構安全的鑑定 了解要符合原來設計的 安全係數 才可以復工 一定要安全第一 好 謝謝感謝我們 河南議員 陳索華議員 邱鎮臨 接下我們請 張議員 蔡麗 還有我們 陳世凱議員 以及王立正議員 聯合資訊 時間數文章 請開始 謝謝主席 蘭倫師傅 以及 長官和 我們媒體先進 大家好 接著陳索華議員 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局長 不好意思 今天就一定是你 我們很想知道說 像他講到 這種偷工 減料 當議員問你的時候 立東公 因為三方合約的關係 沒有辦法監督 我想請問的是說 我們的結工處 你能告訴我 他的定位是什麼 他的功能是什麼 因為 在民眾的觀感裡頭 結工處好像只是在 發包給北捷 那以後 我們還會有第二條 第三條捷運 我們有能力 自己做自己的捷運嗎 自己蓋自己的捷運嗎 還是說 這個 結工處 就是 做發包 聽說 做BRT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土地的取得 跟接下來 土地開發 聯合開發 的整個規劃 就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那這個 結工處跑去做BRT這個公車 在我個人認為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這個工程 我們現在 終結的這個工程 不是台中市政府 結工處發包了 也不是台中市政府發包了 這整個的發包都在台北市政府 是沒有錯 那是因為我們跟人家簽了這個合約嘛 但是我要請教的是說 以後 我們的捷運 我們自己蓋嘛 應該是有這樣的期待 那結工處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他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嗎 接下來 如果按照台北市 跟高雄市的做法 就是成立捷運工程局 跟捷運公司 捷運工程局就專門做工程 就是現在台北捷運局在幫我們做的這個工程 就捷運工程局來做 那後續的營運管理就捷運公司來做 是 所以 捷工處 他 將有一天要升格 那 他現在我們 賦予他的 就是 局長交辦的 就是捷工處他有什麼功能嗎 他在 你總不能說 復工以後 萬一 終結復工以後 有任何閃失的時候 又是 兩手一攤啊 我都是有去 機查單子啊 我是有做什麼事情啊 可是我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那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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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年編了七十九點五億喔 當然他是一些工程費用什麼什麼的 可是 既然編了費用 我覺得 議會就有責任要來監督他 然後 局長這邊應該也要給我們滿意的答案 捷工局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不希望他就是 我們現在的設計 接下來我們對捷運工程局的設計 他就是接下來就是捷運由台中市政府的捷運工程局自己來做 後續的 不是這條綠線 因為綠線現在已經是委託台北市捷運局來做了 那接下來還會有好幾條的包括捷運或者是輕軌 接下來這整個的工程 最好是台中市政府的捷運工程局自己來做 那需要人才 需要人才就台北捷運局高雄捷運局 桃園的捷運局 這裡就培養了很多人才 我們可以請他們到台中來 那接下來台中的這個捷運工程 最好就是台中市的捷運工程局自己做 也能夠接受到議會的監督 OK那這樣講到的就是 新建的事情在這裡 那營運的事情 還是要講到這個BRT公司 我這要問的是BRT公司何去何從 早上很多人問到BRT的事情 BRT這個公司101年開始 我聽說他要借殼上市 他要用99年我們成立的捷運公司籌備處來上市 來讓他成局 成一個新的捷運公司 那請教的是 財產還是台中市交通局 現在是這一家快捷巴士公司 跟台中市的交通局租了這個車去營運 這第一個車子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他人員來自兩個管道 一個管道是原來的台中市捷運公司的籌備處 第二個是這個快捷巴士公司成立以後又招募的這個人員 現在這些人員大概五六十個 那五六十個其中包括三十幾位的司機 64位 OK 就包括這個 裡面有司機 那接下來這家公司的轉型 我們現在的構想 還在規劃中 這個構想大概會是一家大台中的快捷公司 也就是說他接下來會經營捷運 會經營i-bike 會經營這個公車 就是說所有在以及接下來我們的水南 水南的這個 客運城 裡頭的整個營運 也會有這家公司來做 所以這一家現在的快捷巴士公司 接下來就是要轉型 成為一個在台中的一個交通運輸的公司 OK他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公司 可是局長 104年BRT是有預算的 105年你要用什麼 明目 在下一個會期下半年的會期送到 議會來做 我們的 的預算的審核 因為他現在既不是 他現在既不是你所謂的 大台中捷運快捷公司 他們還沒有成立啊 他的自治條例還沒改啊 他什麼都沒有也沒有送到 那個施政會議啊 也沒有送到施議會啊 那你來得及嗎 你來得及在 105年 你就讓他變成這麼 超級一個大公司來營運我們台中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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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好多 我們現在 捷運巴士什麼i-bike 都是他 是我們現在在做整個的這個計劃嘛 那他到時候是什麼時候能夠轉型 成為叫大台中的快捷 股份有限公司啊 什麼時候能夠轉型 我們的規劃就按照我們現在規劃的進度 那該由這個交通局或者是說用公共預算提播到這家公司 去當用基金的概念進去這家公司 那這個都目前都還在計劃中 中間的那個 104年以後他的經費要從哪來 因為你105年你還是編不到 suppose是編不到沒有那麼快你就成立好這個公司啊 這是一個好大的問題 就是 那我原來在這家公司裡頭的員工 他們接下來就是要去籌備這家公司 所以還是有這一些工作人員要去籌備這家公司 所以這一家公司接下來 還是有運作存在的必要 是我沒有說他不要存在我只是很擔心他105年的預算能不能如期的出來 如期的出現在 議會被我們審然後送給交通局去做成立這家公司 這個問題請 局長再給我書面好了 謝謝 我我還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剛剛講到的那8萬顆 8萬顆巨型殺人螺絲 剛剛局長有講到8萬顆你要做怎麼樣的SOP 非常的好請局長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這8萬顆的修復 好報告這個議員我們 從禮拜天開始 現在 這個進度 已經查了202個 入口 然後呢總共有967支的燈桿 這裡頭有 544個燈桿是不合格的 那不合格的部分我們就把它切了 OK 那合格的部分 我要問這個問題是真的是 不好意思打斷你 我要問副市長 你知道我們台中是有多少公園嗎 應該是數百個啦 多少公園多少小朋友 每天在這樣危險的公園裡頭玩 剛剛我們一直 其他的議員也都是 討論到都是 局長這邊也是考慮到都是 紅綠燈桿 紅綠燈一個入口就是16顆嘛 就照局長的算法 其實在公園裡頭 我們大台中 幾百個公園裡頭 公園裡頭的路燈 公園裡頭小朋友的油氣設施 他的基座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照片是 本席在選舉的時候 在媒體上披露的新聞 那時候期待 建設局也好 公園處也好來處理這個事情 當然他們也轉轉到了 公所這個是在我們大理地區 可是那時候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一個市議員候選人真的是 雞蛋裡挑骨頭 為什麼一直找這個東西來發揮 事實上你看多危險啊 他就這樣活生生血淋淋的發生了 可是到現在我們討論的都是 路口的紅綠燈基座 在這裡要非常非常慎重的提醒 副市長 這個東西整天都在都在 大家都暴露在這個危險當中 小朋友就是出來玩了 暑假要到了 家長也可能都沒有發現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 要求全面性的 立刻極刻能夠趕快普查 然後趕快完成照著 交通局長這個SOP 因為太可怕了 所以副市長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只想知道 建設局已經清查了兩千多支的 昨天給我的一個數字 公園嗎 對 建設局是在公園 昨天給我一個數字 兩千多支已經有答案 OK 謝謝副市長 接下來有王立任議員來質詢 謝謝 主席 我想我們市府的同仁 媒體憲勁大家 吳王大家好 我想繼續請教一下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BRT 剛剛 市凱議員也問過了 我們將要取消這個BRT 不會有再有BRT 佔了一個名詞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將來是 要用300號公車來取代BRT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改名叫做300號公車 他本來就是300號公車 所以BRT 300號上 那請一下 這樣子 原來的計劃 包括我們希望 從淨雨延伸到 我們的空港跟海港 這樣的計劃 要繼續嗎 這些路線接下來 到空港海港 原來的這些路線 原來海線這些路線我們就通通恢復啦 恢復 就是公車還是300號公車會繼續 300號公車就是開到淨雨 所以原本有市營運 曾經有走過大甲跟 到我們的 台灣港的旅客中心 這樣的一個計劃 目前就不再做了是不是 接下來就恢復到 接下來就恢復到用 現有的168 空港跟海港是不是 我們台中市一個重要的交通指標 非常重要 他是我們的副都心 那請問一下 如果 這樣一個重要的指標 我們的300號公車 我們的酸結公車 都沒有辦法到那邊 我們的 營運還是原來的 可能你要知道 到台中港可能 大概30分鐘到40分鐘 一班車 到我們的空港 那個公車非常少 請問一下這樣子 能夠代表 這個是我們台中市 重要的交通指標嗎 是我們接下來的這個 剛剛講到這個 海港的這個部分 接下來就會變成 307號的公車 那就是原來的 多久一班車 這個部分是 現在大概是 一天有36班 一天36班 所以很少啊 平均大概 大概一個半小時 對大概一個半小時 一班車吧對不對 大概40分鐘一班車吧對不對 是差不多 40分鐘一班車 你認為一個空港跟海港 這樣子的公共車的量夠嗎 沒有空港我們有 差距來 我再給你一個數字 在台中港 它還有架工出口區 跟關聯工業區 你知道在裡面的從業人口 關聯工業區 還有它的工業住宅區 你知道那裡的人口有多少嗎 我不清楚 關聯工業區大概就有6萬人在那邊生活 這樣的一個區域 從來沒有一班公車到裡面去 你覺得這個合理嗎 沒有現在有一支308啦 現在有一支308 班次不夠多啦 24班而已 24班 一支一班嘛 不是這樣 尖峰的時候比較多 尖峰的時候比較多 那個上班時間過後就比較少 你知道 平均 每一個人 幾乎大家都開車跟騎摩托車 你知道 造成多少的 這個 交通的 能源的浪費跟空污 還有包括車禍 你認為這麼密集的地方 該不該讓他公車的班次更多 非常應該 非常應該 所以我們 對本習建議 一定要 趕快來規劃 我總是覺得啦 台中是因為原來 因為他縣市沒有合併的關係 所以以前的公車的路線 都是一個輻射轉 就是說他從 從吳七到台中 從農警到台中 從大渡到台中 從屋日到台中 可是 鄰近的 生活圈 並沒有串聯 本習在這邊強烈建議 我們要重新思考 大台中整個 公共運輸 這個路線 要重新監討 不是只有 做那種 簡單的串聯而已 他應該要來 考慮到 生活圈 他應該考慮到 所有轉運點 那 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 大台中整個 交通活絡起來 所以 局長請問一下 這做得到嗎 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 就是朝這個方向 在做規劃 我們接下來 全大台中的 公車的路網 現在在做全面的檢討 要多久 這個我們 7月會發佈 7月會發佈 好 很好 本期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BRT 竟然已經 沒有了 那請問一下 原本在 武器的商業區 規劃了一個叫做 行控中心 跟他的修配產 這個 這個不需要繼續做嗎 這部分現在在辦理這個 廠商已經說他們做完了 他們在審划軍工 我們先把它 驗收 那將來會營運嗎 我們還有32台車 32台車 機車也是 更要修理 更要保養 本期強烈建議 在三月區 做一個 BRT的維修站 這像話嗎 我們的地方 告訴我們 說這個叫做 西中 在三月區裡面 這麼重要的發展的地方 居然蓋一個維修廠 而且那個行控中心不能用 本期強烈建議 重新監討這個部分 好不好 好 希望我們交通局 趕快把公社的路線 重新監討 好 謝謝 感謝我們張宏益 陳世凱 王立恩議員的 資訊 接下來我們今天 張宏益議員 有資訊 謝謝主席 官場局局長 我看今天 大家問到很多 有關這個 大安冰海樂園 這開發的 大安港的 馬祖主題園區 我想要請教你 剛才有很多議員 提出這議 當年我們在 議會 不斷的質疑說 這個案子 裡面 因為有很多宗教團體 提出異議 那我們也都做了 改變了 我實在是想不到 想不到 是怎麼 市政府 急在選舉前 發包 除了我們 很多議員提出之外 我覺得 剛才你回答 我們的 議會同仁講說 這個案子會繼續走 對不對 會繼續走 但是我覺得 你起來 你們好好查一下 除了6億本來要減掉1.2億 你知道整個工程的預算發包的 金額是多少嗎 5億8千萬 5億8千6百5十二萬 對不對 月標金額多少 5億8千 300萬 月標 金額是 99.4% 那有幾間投標 好好的查一查 好好的查一查 這裡面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也要好好的查一查 但很多我們的同仁議員因為 換了政黨 當然我們也都在 都在 看 都在看 客屁上台之後當然大家對很多案件 分前朝後朝 新朝 然後在那邊 檢驗 整個 工程 你請坐 檢驗整個工程的發包 包括 大家 常常在談那個BOT案 台中市啊 其實這幾年也有很多BOT案 那剛才 我們提到 很多的 這個案子大家在檢視 包括這個 大安港的馬祖主題 園區 我也想要請問一下 交通局長 最近 最近除了終結的問題以外 我看BOT 夠你忙了 那最近本席也接到一個 陳情案件 就位在新光山越旁的那個 3200多坪的 停車場 聽說也要 BOT BOT不是 BRT BOT 那這個BOT當然很多附近的住家就提出意義 其實這個旗冠3000多坪 已經有個新光山越一個大圓百了 那邊的冠容積都已經這麼大了 那好不容易有一個平面的 這個類似 有這個 有平面的一個停車場 有重數目 容積是等於零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你們又把他 今年的1月13號 又把他公告 說要來進行BOT案 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 有這個事情 是 有 有這個事情 是 是你們上任後才開始來做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已經申請一段時間了 好你請坐 這引起我的興趣 我去調了很多BOT案 包括市場用地 各種用地的BOT案 今天因為你們交通局 我就針對停車場的BOT案 胡志強這內 有三間 停車場的BOT案 有一間 叫做福興立體停車場 94年 掉出去 第二件 就是我們都知道的迪卡農 在南屯 廣堅101的南院停車場 那個地方 5450坪 大概18000多平方米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去年初落成的 新想到 停三之一的文法停車場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大概將近1000坪 980坪 那麼三個停車場的 BOT案之後 本席就去了解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 建商現在一直要來 投資這個停車場的 BOT案 當然 如果能夠造成 三營 市政府不用出錢 地方多了停車場 那 投資商也有錢賺 本席也不會去擋人財路 也不會去阻擋地方的發展 但是現在問題就來了 到底 BOT案 像停車場的 BOT案 櫃局的審查機制是怎麼樣 怎麼訂權利金 怎麼訂土地租金 你可不可以簡單回答我 好現在就是 任何一個民間公司 他都可以看到這塊地 你簡單回答我說 對 他可以提出來 你們怎麼審查 提出來之後 我們就經過 初審跟再審的程序 怎麼訂權利金 怎麼訂土地租金 就是在再審的程序裡頭 有一個零選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就訂了固定權利金 成員怎麼產生 成員就是從這個 財政部 處參司 有一個BOT的 專家學者的名單裡頭 電腦去競爭 由首長來勾選 哪幾位可以當這個委員 看起來都非常 合法的程序 那我來請問一下 局長你台中人還是多少人 我一台南出席 我一台中 合理堂五年 好你請坐 風甲三圈是不是熱鬧 風甲三圈非常熱鬧 好不好停車 很難停車 很難停車 而且很貴 好 停86的福星立體停車場 在福星路575號 面積886平方米 262平 我們 有第一件的停車場的BOT案 不用全力金 一年的租金 今年喔 今年還有條高喔 今年的一年的租金 459894塊 平均一坪 一個月啊 140幾塊 合不合理 不是很合理 不是很合理 而且這一次 租期啊 30年 到124年 4月14號才到期 免權易金 你去想想喔 這個還要講喔 我就租起來我都不用去啦 我租 放在那裡就好 262平 我平均一個停車格 平面的用10坪就好了 我就26格 一個月租3000塊一定滿格了 我都不用請人管了 收租金就好了 一個月就7萬8了 7萬812個月 一年多少 890萬了 我們去 BOT的30年 沒有全力金 今年還算調高 租金 只收了45.9萬 這個 這個也是合法訂定的嗎 是 這個委員會裡面訂的 訂這樣你覺得有合理嗎 沒有合理 沒有合理你要怎麼做 他應該是他的合約 到124年了 所以就任商宰割就對了 合約這樣訂 我的研究看有辦法 來討厭嗎 這就給你請 好 第二件 好我會看 第二件就是 99年訂約的 這個40年 台灣的迪卡龍 在南苑公園 這個 租的面積是廣間停101南苑停車場 面積 廣達18007平方米 一共5450坪 一年的租金 580萬 平均一個月 一坪 88塊 有合理嗎 這個有權力金 好權力金我也算過了 加起來 一坪70塊 加起來 158塊 一個月 是 有合理嗎 租40年 租40年 民國139年 我在告訴你 經營的權力金是當年停車場收入的3% 你知道 去年一年 我們3%收了多少錢嗎 差不多 40萬 40萬 停車場的權力金 停車收費 收40萬 我告訴你 他停車場是不收費的 對 所以要去用年 用算的 這樣 這樣子你覺得合理嗎 收一年 1000萬 VOT 5500多坪 要兩家 5450坪 要兩家 過去 要讓老人 有槌子 有槌子 人家附近 說那些環境就不錯 你如果用平面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 汽車 只提供了 466席 如果我們用 5450坪來看的話 我剛才提過 用平面停車場 10坪一格就好了 也可以做500多格 這停466格 給人經營 40年的行李 結果呢 提供 466的 計位 這樣收一年了 收不穿一萬 要兩家 合理嗎 現在看來是不合理 當時 他的背景是怎樣 我沒有了解 好你請坐 這也不合理 第三個 新想到 當然新想到 感覺起來 他 980坪 輸了980坪 他蓋了停車場跟旅館 那麼也一樣 停車場的汽車停車格是393席 那麼他的 定額全力金一年是141萬 那麼土地租金呢是116萬 這平均借 一平均借 差不多 120 120 而已 如果全力金加下去 就比較多 差不多 2007 2008 做他做30年 理貫和餐廳 我們也做金 在風格 在風格 風格 那個地帶 可以做商場 可以做旅館 做人一平均三百塊 一個月 有合理嗎 比起來 這個最不合理 這個 我們一年 市政府 都給他450萬而已 最不合理的就是這個 不合理 我就跟你說 這三個 已經這樣了 你講起來都覺得不合理 我們今天不是反商 而是覺得說 今天大家在檢討 VOT案 看起來你跟我講的 也都很合理 按照出餐法 來做 對不對 有評審委員的機制 都是專家學者 評定出來的租金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到 雜誌不斷在報導說 因為土地成本高 建商紛紛搶食 公有停車場的VOT案 這個成了 這個 審查的機制 對議會來講 我們不用 沒有辦法監督 然後呢 我們等到發現的時候 定約定了30年40年 這個不是任商宰割 這是什麼 怎麼處理 為什麼 你們上任之後呢 我看看陸陸續續又公告的八件喔 你看喔 陸陸續續 還有八件 正要做 公有停車場的VOT案 你們能不謹慎嗎 局長你告訴我 怎麼樣來 這八件 怎麼樣來防止 變成 土地建築 變成零權利金 變成啊 任商宰割 怎麼防止 報告議員 這八個 VOT案 第一個 我們的初審 要先決定 這裡到底有沒有 蓋停車場 立體停車場的需求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委員會來 訂權利金 包括訂合權利金 跟營運權利金 這兩個的權利金 公告了以後 大家每一個廠商都可以來投標 然後每個人都自己開出我要交給市政府的權利金是多少 包括訂合權利金跟這個營運權利金 這兩筆權利金加起來 在評選的這個過程當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 如果在這個當時的那個背景之下 認為做這個VOT不賺錢 太少人不要來投標 如果人員會賺錢 你就跟政府說 交得多錢來 這三間 我現在看到的這三間 大家都笑笑 除了我看迪卡龍 生意沒有那麼好 我也去了 不用錢 我希望機位 本來要入錢 不用錢 後來我去查 結果才知道 他租了這麼大的一個場所 曾經以起附近的住戶抗議 那本來人的工夫 廣建廳有一部在做催修廠 結果今天去做的 我收到 原來五千五百多坪才收到一年 一千 零八十萬的租金 停車場的權利金 一年還是用自己去算的 算四十一萬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們這樣 有辦法 本身在這裡 這個VOT案 這個不要 因為我們的制度寬鬆 或者沒有標準 或者 成為台北人而講說 那個VOT案變成政商關係的一個 罵幟罵的這個籌碼 台中是會不會變成這樣子 跟議員 報告這個部分我會非常的謹慎 這個VOT案現在全台灣風聲鶴俐 台灣不敢做VOT 我告訴你,11個VOT案的停車廠,有7個在西臀跟南臀 因為那現在最價格啦,那個土地最貴啦 結果你們做到那麼熟,讓人做生意,做30、40年 做經驗太多了,大家也要去做 所以還有11件啦,還有8件啦 還有8件裡面,還有大概4件都在西南臀 其中有一個星光山越旁邊,星光山越已經交通衝擊這麼大喔 還要3千幾百,難道你還要蓋一個星光山越嗎? 星光山越旁邊一個大圓白,現在大都會哥劇院,旁邊又是秋風谷 禮拜六、禮拜天都要死了啦 你在讓他蓋商場,在蓋保護公司,然後所謂的有停車場要蓋出來,立體的 他也只不過把他帶來人潮,讓他停車這樣子而已啦 對地方的停車場,解決會有解決的效果嗎? 本期嚴重存疑啦 所以祖父在抗議引起我的幸福,結果他查了,不堪一查 一查出來,租金很低,權力金很低,甚至零 這樣,感到 這都是我們的土地耶 這都是我們的祖金耶 即使星光山越的那個會新停車場需要蓋停車場蓋立體的本席的贊成 那四季賺很多錢耶 蓋維廷要再叫人商場進來,又叫商場還不夠多嗎? 那個地方已經很多了啦 你蓋停車場蓋立體的本席不反對 但是你再用VOT案 再讓商場旅館進來,人潮再進來 我跟你講停車場還是不夠啦 交通更差 這是本席的祉儀,也希望說 好,謝謝,感謝蔡大學議員的咨詢 接下來請鄭公敬,鄭議員,又有咨詢,時間數分鐘,請開始 好,謝謝主席,我們副市長,我們副市長,大家午安,大家好 副市長,本身喔,在這裡和你探討五大行 第一段,就是說,觀光局,他現在鐵路高級 舊的火車沾到二十個層口 跟中號路,他未來要怎麼帶動觀光 還有我們的,來副市長,你請坐,我做一次跟你說一說 第一了,他說,他這個旧的車頭,你要怎麼發展到二十個層口 跟中號路,觀光雅七 跟到我們的文創園區,旧的舊槍 這就是一個文化廠廊 對不對 第二段,本身要跟你探討的就是,湯槍 湯槍他現在就分作一個建國池仔 跟一個生態池,跟商業區 第三項,探討的,探討的 就是這個鐵路高級 我們的台鐵路,未來打通 你現在的政修作業 那就跟台鐵路大智慧,這些夹者,地主,說到什麼情形 這待會再麻煩地震局做一次回答 喔 第五方,送中了的 我們的七十四號 七十四號,他為到 北平、台湾路 一個出口 就直接為這個台鐵路去 噢 本身 今天跟副市長,跟我們所有的局長 來 拯對說 這個 這五大議題 我要請教 我們的 觀光局長 我剛才跟你說 這五大洪 是 南區、東區 送中了的地標 你要怎麼帶動觀光力 解釋一下好不好 你的價位 目前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區裡面 是整個是在做資源的匯整 目前為止就是說 要把這個 你剛才提到的這幾樣的部分裡面是 要有一些亮點了之後,觀光客才會帶的進來 我其實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在針對著各個區跟屯裡面的觀光的資源裡面 在做這樣的資源整合了之後 才容易把這些觀光的遊客裡面做套裝裡面 再把它帶進來 這樣子 謝謝教長 我是說 希望 我們中後路觀光客市 他現在要成立一個 發展立會 我也願望你觀光局 可以說 跟中後路 在那裡 來配合 因為 你看看一種這個 這裡發展 我們中後路也沒有了 人群都已經流失 中後路更加可能 我希望說 以觀光的角度 跟他們中後路觀光 發展立會 來配合 要怎麼帶動 20號村口 還有我們旧的車頭 要怎麼發展 我希望我們的任務市長 拜託 讓我們東南區 帶一人 到北的頓區 可以比平 這在這裡 沾對觀光局 再來 藤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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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 建國汽車 也已經2.2公斤已經用了 那我要請問 這陣子 你的區段前收到現在 裡面有五條路 當時的配合 建國汽車來完成 那都已經 結尾到什麼都聽到 是 跟議員報告就是 東方那條30米的道路 那是我們區段徵收裡面 最基礎的工程 那個在我們 預定是我們高月 高月底就一定會完工 那還有一小部分 那個熱業路橫的的部分呢 是建設局在負責 建設局會繼續的執行 那另外就是 因為很關心的是 新一接那個大統的部份 接熱業二路 是 那個部份 地價款到工程款 我們都變了一筆 五千幾萬而已 是 你這裡 建設局我們都一筆 是 好 啊 謝謝局長 再來 拍檔代替喔 大智會這檔 你一定跟 建設局 都發局 交通局 你們現在的鎮定是怎樣 這個部份 抱歉 因為這部份 還是建設局在協調 都市計畫 比較剛才過 是啊 那建設局還會再跟 現在就是說 你們的架構條件是怎樣 多少 多少要工程修啊 這還不送我們 還不送到我們地政局來告 因為現在要先讓建設局 跟人家做協議架構 我希望你們這四共 那個 副市長 因為這 干涉到後車頭 任徒阿麥齁 因為 你這個大智路如果不通 你鐵路高級也打算了 整個後車路 整個東區 整個南區 交通都打算了 齁 我希望說 局長跟副市長 在這個 鐵路高級進行 快要把四個單位 協調 和地主快要 那個二級 副市長 這樣會佩服嗎 多久能夠證書 大智慧大樓這個事情 現在 他們在跟地主在 在 協議架構的 價錢在談 初步到現在還是 談不攏 但是會繼續努力的再談 差在哪裡啊 你把本色改遷一下 他們要幾億 我們要給幾億 現在一倍多少要怎麼證書 今天在這裡比較不方便 因為有很多人在說 齁 但是 那個議員在說 這個 對鐵路高級 做好料 整個鐵道的應用 包括 古典的車頭 一直到 中了一個文化 朗袋 這些都有一個機會在做 這樣齁 好 那位副市長請坐 好 再來 麻煩幫忙一下 好嗎 副市長 副市長 就是 我們 74號 主要 的交流道 現在本是要跟 副市長 建議的 由 台灣路 出口 在26 26 到24 4千 在台灣路 來到30千 這裡總共 6公里 6公里 都沒有出口 所有 7 14號 都沒有看到 東空兩家 太平出口 路來 直接 去到台里 副市長 副市長 我 四月 十六 我們的交通 部長 跟黃國書議員 我們去匯審 麻煩幫忙 交通 交通局 這邊 可以在 船 東西路 到六順路 附近 做一個 東空的出口 交流道 副市長 你看這有困難嗎 74號 現在 交通部已經 答應了 局長 你解釋一下 好嗎 在24千 到30千 這個中間 東空找一個 出口 有困難嗎 因為 現在 現在 這有 三個交流道 在賓國 近前 兩人 已經送 港獨共 因為這是港獨共管的交流道 是 是啊 他已經來回過了 一個 一個 南太平 還有一個 做到其中報告 跟我說的 韓家 一天 四月二 港磅部長來 他同意說 我們開始做賓國 賓國 賓國 多幾個 幾個 沒有 賓國之後 再交另外三個 總共有四個 我還要搶大幾個 去跟港獨總共說 我要做大幾個 這樣 這樣喔 好 教長你請坐 我希望說 這個交流道 對港区的發展 有相當大的關係 副市長 教長 拜託 來賓一個 四月十六 高通波 有來後車頭 探測 新的 火車頭 未來 的交通動線 高通部長 也有大型 代替路 一定要打通 我要請教 那個 局長 代替路 打通 進行 在旁邊還有一個 替代方案 在後車頭還有一條 十米的 還把外賓 外賓 進行後車頭 還外賓出來 給他們 只有幾年 你有四個四天 那全我們都九十度了 你解釋一下 這種路 未來 對後車頭 有幫助 那出去又彈了 還不能左轉 是不是 是 這 你跟我說的是 還要再去拆 索射那條 沒有啦 後車頭 那條新的 我有跟副市長說 大智路旁邊 沒有 請後車頭 大智路 大智路 那條 那條 他就是 高通波 找一個替代方案 還要多一條十米的 為後車頭 投出去 給他們 這條 你一定要動 大智路 大智路 他把這條 處理掉 沒有你說的這條事情 沒有啦 他現在沒有學歸 這裡有一條十米的 我知道 他現在用這條 這條十米給你圍圍圍圍 對 他用這條 如果是大智路 沒聽到 沒聽到 他就用這條 他如果有這條 跟他的大智路 不通了 所以 他現在用這條 整個路口 堆不起來 所以 你讓他替代方案 如果要代替 不是 大智路 他會說 有這條 我沒有這個替代方案 他現在 交通報來 跟鐵路 高計局 就有這條 他講的 我沒有同意 山裡邊 庭三十五 庭三十五 對不對 你到現在都沒有 燈檔 那就是要 挑速車的 是啊 有指定 我有到有指定 後面 這個庭三十五 這個鐵路 速車到 這個宅頭 衝突 這個 如果不聽 整個後車頭 要怎麼通過車頭 不通 對啊 你看這條 所有 鐵路高計 他也是都向 巨大的 政策 你這也有 增壓 增壓 資分 後車頭 我們就做一定的國民 所以高通報 現在講的這個方案 方案 也沒有什麼 通 對啊 他現在已經下跌了 我希望副市長 我們 那天 四月十六 高通報來 我一直強烈反對 說你如果有替代方案 大智慧 你就拚不走 他雖然說 有的說三億 有的說九億 議員 我跟議員報告 來副市長你請說 高通報來 和你會看 有的說話 有去我的辦公室 去我的辦公室 在台中市政府的立場上 他很明確的跟他講 那棟 層口 十億和一棟 一定要聽 一定會聽 那棟層口 一定要聽 後面大智慧 大陸大陸大陸 我才有報告 我們現在在合唱 我們兩朋友 市政府的立場上 一定要聽 一個層口 一個大樓 要聽 不然這個路不通 對啊 這因為 這車頭之後 不然這一條出來 都會到負擁路 是 前壓後壓 這都通了 我們現在不然 前壓後壓 說東戰時代 有市政府 我現在是說 要一個既然說 你可以配合 說 新的火車頭 通車進行 快把大智慧拆掉 給本色一個承諾 因為現在內政部 已經過了 你們四局 對嗎 台政局 剛好局 建設局 高風局 快點 去接 副市長 你帶來 包括旁邊 一個爽快 煩惱的就是 停35旁邊 又四間鐵路宿舍 現在鐵路宿舍 聽說 你還要同路呢 這 副市長你搭訪一下 這個鐵路宿舍的部分 這是 那個 文 文史工作者的意見 是 但是 文化局現在 知道市政府的立場 現在 在 努力在協調 對啊 你看看 這開招座子 旁邊四間 那也不是 旁邊 也不是 附近 對不對 我 我市長都在現場看 對啊 那都是大替黨的而已 你把這四間 啊 旁邊 停35旁邊 希望有市長 包括 建國 黑車頭 帶動 騰槍 齁 還有 本市有提出一條 說 巨蟻火車頭 用一條 懷舊 火車 有保留起來 有保留起來 有啦 開去 騰槍 帝國 製堂 開去騰槍 有困難啦 但是老在古典 那個地方 有辦法把他保留留下來 沒有 你要撤槍啊 因為 你進去湯匙不知道 知道說 人家做小孩感情是由他帶出來 對不對 啊你 又 南區 開去到西區 這個 煙霧場 這樣來 不知道 有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曾光君議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張立姐張議員 有請時間15分鐘請開始 呃 大會主席 還有列席的 副市長以及各位官員媒體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呃 呃 因為15分鐘的時間 沒有辦法 以救教 今天列席的各單位 那我想 比較迫切的呢 呃 我想先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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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陳局長啦 呃 來做一些 探討 那麼 主席我直接可以跟他對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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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就請問一下 陳局長 呃 你再來台中市政府 擔任 觀光局長之前 的職務是 我擔任過高雄市市政府的觀光局長 跟華信航空的董事長 好 謝謝 所以你對觀光來講這塊應該是很熟的 無陌生 我也很慶幸李市長能得人才用資 請問你對台中市能夠被行銷的觀光有哪些東西 你覺得比較突出 而且已經準備好可以做的 台中的部分裡面很坦誠的跟議員報告 台中市沒有國際的亮點 但是我們走回來29區當中裡面 我們透過區域的整合裡面 可以把分幾個區塊 比方說運動的、生態的 細節不用談 你可以答我說 台中市的觀光資源你了解不了解 了解 可以推出國際做行銷是不是 你都OK都準備好了 你都了解了 所以你在你的這個擔任局長裡面 你就積極把台中市包裝推向國際對不對 對 謝謝 但是呢 在這裡 我還是要跟局長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一下 你在第一次到香港還有江蘇 在1月2月去行銷我們登會 這個無口後悔 但是呢 在4月份 你 我想 4月份的上班時間裡面 你一共出國了幾次 我從接任觀光光旅遊局的時候 總共出國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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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4月份啊 就出國了2次對不對 對 那你 我跟你統計一下 4月份 我們的上班時間 只有 你大概在辦公室時間 只有16天 那其他扣除 立假日以外 你在國外的時間 有7天 所以你 你的上班 去國外行銷的話 佔去你上班的比例呢 那可能接近 就是說 16天跟7天之比 因此呢 你到 把台中市 能夠行銷到國際的東西 你一定是很有把握 所以才拿去韓國 拿去港澳去做行銷對不對 好 那 你對你推出去的東西 所獲得的回想 跟你個人的信心 把握度 你推銷的人 你推銷的 接受你推銷的人 來 台中看了之後 一定會很滿意 而且會帶回很多的回憶 是不是 你簡單回答 是或不是就好 不要解釋 我在上班的時間 部分裡面 很多是用立假日裡面 包括到香港 好告訴你 中間只有一天重複 有一天重複 我跟你算過了 對 我這個表統計 你的資料 在我這邊 所以我說 你真的是 不愧從華航的董事長 來轉任 所以你能充分 利用我們公家的資源 帶著你的團隊 你去做停銷的時候 我認為 你對台中市的了解 也不夠 包裝也不夠 那你去行銷的話 本席第一個探討 直接的感覺是 你在消耗那些旅會 因為你從國外 帶回來給我的報告 有一點被返行銷 人家帶回 你們交給我的資料裡面 我告訴你 你是被返行銷 因為你帶回來資料 就跟我們台灣的國際旅行團 要出去到一個地方去的 每一個地方景點的描述 你帶回來是那個東西 就叫局長 你要去行銷台中市 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你就去 結果被返行交回來 那我今天 你剛剛也回答我 你帶出去的東西 一定會被國際的觀光客接受 而且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麼現在我請你看幾個照片 我會給你機會講 你現在 那個 請放第一張照片上面 我請教你 這是個什麼地方 你看一下 這是個什麼地方 這三張照片 你答得出來嗎 是譚雅神 那是台下室的什麼東西 製研道的路橋 之行道 那麼你 帶給國際看的是 林佳龍市長 騎著一個單車 非常美的景 非常漂亮的景 然後你馬上帶去行銷 給國際的這些觀光客 那麼上面 能不能放一下林市長的 這個 騎單車的這個比較 你看這張真的很漂亮 如果我是國際觀光客 我也希望到這邊來最正行 但是呢 你讓那些國際觀光客來看的是剛剛的東西 你要看到沒有 斷的欄杆 傾斜的休息亭 還有用 塑膠布袋連起來 拉起來的危險的東西 你都沒有你看看 斜坡拉起來的那個指標 還有這個東西 那個你看看你再看看 這樣讓國際觀光客 來看到這個以後 會聯想什麼 聯想你所推出去的東西 跟實際不符 那你是欺騙了國際觀光客 間接的影響到市長的心力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一個 不實際的行銷 你一個不實的宣傳 你會害死林市長 你會害死林市長 今天 我老實跟局長講 你沒有準備好 你就急著起步 你帶出去所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 把沒有準備好的台中市 先行推銷 你把台中市國際觀光 後續要發展的道路 你先減掉 我懷疑 我懷疑你的能力 當然我跟你談過 今天 你一個觀光局 要把一個都市向國際推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今天的國際旅客觀光到台中市停留之後 他一定要回客率 像住酒店旅館一樣 住了以後我覺得不錯 我下次還要再去住這裡 還到這裡看 今天 我坐飛機 看了你剛剛的那個廣告 然後我到那個地方 騎著腳踏車一看 是這樣一個破爛不堪的地方 你上面的路橋也沒有修 旁邊你看車 你再看看這個維修 老舊私修 還有一個安全 不讓人家進去 整個停止傾斜 你把它先這個東西 先行推銷到國際上 你第一個給人家印象是什麼 不夠完美 所以我告訴你 沒有準備好的事情 千萬不要做 你今天你帶出去的團隊 你在那邊做行銷的工作 我這邊資料都有 你是很用心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 去克服當地的人到台灣來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要吸引的旅客 國際旅客是哪一些 目前是以港澳跟韓國 還有日本為主 好 告訴你 你放七塊最大塊大塊的肉 大陸也是一樣 大陸也是一樣 好那你都涵蓋了 那你知道 你剛剛講的這幾個點裡面的 旅客 這些國際觀光客 他想要知道台中的什麼 你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接受 他們看的東西會一樣嗎 我告訴你 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韓國 我所了解 這個民族的民族性 台灣的東西 他看不起 他連孔子 連霸仗節他都要聚為他己有的 他還看得起你台灣 老實講 你把念頭 行銷到韓國去 有想法就有希望 但是我告訴你會失敗 我所知道的韓國他是文化軍隊 他的韓劇 他的韓風style 會侵襲到我們台灣 台灣人很善良 會接受韓劇 但是韓國人的刁鑽滿漢 我跟韓國人做過生意 你要接他一張單 他就吃你好幾天 吃了不一定下單 吃完走了以後 就是下單 你跟他要收那筆帳 至少半年還收不到 這種人 這種國家的國民習性 你要把他引到台灣來 我告訴你 你敢不敢打賭 你一定會失敗 反倒是你說港澳好 香港 這個國家 這個地區 生活很難苦悶 因為兩岸發展的關係 就是包括香港戰略 香港人 現在對大陸很排斥 對台灣 台灣的人民 他很能接受 你到台灣來 好 他們喜歡來 澳門是沒有時間來玩 澳門人口只有三四十萬 他們在當地工作 他那個賭場 就要用到十幾萬的人 所以你說澳門到台灣來觀光旅遊 那是少之又少 剩下來香港 他到台灣來旅遊的話 第一站如果從清泉港下來 他只有在台中停留一晚 他停留在逢甲附近 看完夜市 第二天 背著背包 南下 去看日月潭 去看阿里山 所以你去行銷他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 港澳的旅客要來 我要讓他在台中多留兩天到三天 要把台中的什麼特色包裝好 你才能去香港那邊去行銷 何況 你在香港那邊 你在香港那邊 所舉辦的展示會 本期香港會長的熟 你那個地方的幾個單位 我也都很清楚 能夠給你發揮什麼功用 我們可以等著看 好那你說 其實你剛剛講的裡面有一點 反倒是現在 最喜歡到台灣來旅遊的是日本客 因為湖島 那個地震之後 台灣給他們的資源 日本人 對台灣 可以說 改變他過去的態度 非常友善 一本中華民國的護照 跟中共的護照 兩本擺在那邊的話 他會對台灣去的 伸出大拇指 對中共他很排斥 所以你在你的觀光景點裡面 尤其台中 有很多 可以讓日本人來接受的 日據時代留下的文化 還有他們的建設 你先看看 你先看看這個照片 你也是給 我們自行車部到裡面 給外來觀光客要看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告訴我 你知道它是什麼 那個簡易的衣服站 簡易的什麼站 衣服站 我請教林務市長 這個是我們自行車道上的 簡易的衣服站 衣服站的後面是什麼 洗手間 中間換一個什麼 大垃圾桶 你是要叫外國觀光客 來看我們這個嗎 你叫香港的民眾來看這個嗎 所以我說你沒有準備好 不要走出去 我倒希望你 好好運用精神 你思考一下 我今天要吸引日本觀光客 台中有很多地方嘛 你的白冷鎮 就跟水利局有關係 你台中還有很多農業非常好的 小日本的水果 新色白寶台的葡萄 你可以學日學學日本 為什麼今天台灣很多人 都要到北海道去 因為北海道的乳製品非常好 去一次他有三條線不夠 再走第二次走另外一條 今天你沒有這個規劃 你就去行銷 我跟你講兩個字 失敗會擺在你前面 而且你不但失敗以後 你會造成台中市將來在開拓國際市場裡面 很嚴重的影響 同時很不實的 你會讓市長對你們陪你們所做的廣告 落差 過去胡市長他不管怎麼樣行銷台中市 至少台中市現在大家知道的 太陽餅的故鄉在台中 鳳梨書台中出境一年 台灣的這個產量有多少 將近七八十億 我相信台中有很多地方 類似我剛剛講的 你比方說台中公園 那個梁新亭 也是日據時代 他們的廳長設計的 在台中中的建設廳長設計的 你要找 本期跟你講 觀光不能你觀光局 足智奮鬥 你跟農業局有關係 跟交通局有關係 跟文化局更有關係 其他相關的單位 是你配合單位 不是你觀光局一支獨秀 我獨行俠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獨行俠 你覺得說我這邊 趕快去把他圖書表現 因為在林團隊裡面獲得好評嗎 錯了傷害 我告訴你 十五分鐘的時間探討不了什麼 我還有很多可以跟你探討 真的 我誠心地告訴你 好好 謝謝 感謝我們張立傑議員的 佑智勳 接下來是我們蔡成哥議員 因為他採取書面執行 所以我們今天的交通地震觀光 佑智勳到此為止 上會